甚至更離譜的是台中地方檢察署 那顯然是針對個案而來 不過不能說還好 這個他們都沒來 司法委員會才剛開始 藍綠就開嗆 全因為這場名為司法不可雙標的背詢 綠營認為使用立法院資源 來聲援鹽寬和 兩邊無共識僵持不下 綠的喊散會 藍的也出招 顯然雙方早就有備而來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開會前就發文 這會議內容根本違憲 來簽到時沒再客氣 繼續嗆 會這麼大動作 也是因為顏寬恆進總成立 當時有準備餐點 但檢調以會選為由 約談里長和李明 全案現在已經進行調查 或許就是因為這樣 跟著案子有關的官員 全部請假不出席 明顯不想在風頭上被當標靶 讓藍綠自己去炒 會讓民眾跟這些 無辜的老百姓心深恐懼 大家平常一看到警察 都不能藍 然後警察可能跟他講 你跟我們回去說明 嚇到嚇死了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是 他們的這個公然的介入施壓 來維護中二選區的嚴信候選人 委員會上沒共識 放官員在現場觀戰也尷尬 藍綠轉移陣地 到各自黨團 隔空開炮 各談各得掉 TVBS訓練 紐約三中二 台北藏外島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再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總是突然嚇死了 我們現在的判斷